来 欢迎萨军老师 第一反应就是质疑啊 不知道就是为什么要起楼外楼这个名字 挺奇怪的 因为感觉我们这个十八楼嘛 挺有争议的名字 第二反应理解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 这双军团下一步 我觉得应该是拿出代表座 感觉就是那个难关很难再往上突破了 我觉得困境就是 大家合体时间变少了 看下困境就是 就是还应该再努力吧 很多次的教训嘛 我觉得上一次演唱会 还有一些平时的训练集什么的 就是都是找了很多缺点 我觉得要继续努力提供自己 是想去看但又身体上就懒没有目的 其实自己挺想做音乐的 但是很多因素嘛 就是自己思想的问题 以前我写的一首歌嘛 记得有什么什么完美主义 陷入这个完美主义 你就会感觉不达到完美就不行 但是其实进入这个完美主义 我觉得就已经错了 凡事都要先动手第一步 不能光想不能就是觉得这个不太行嘛 这个不完美就不做了 我的困境就是晚上睡不着 晚上睡得着 但是不想睡 白天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然后晚上就又不想睡 但是起的又很早 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 不太想顺从别人吧 小的时候就是感觉听话没什么不好的 慢慢长大了就发现 听到听话这两个字 我就感觉有一点点反感了 这个词真的不是好词 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慢慢的就 我觉得听话的对立面 其实不应该是叛逆 觉得应该是独立 思想独立 应该说不 这个挺需要拒绝别人 就是我的性格也是 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性格 可能大家就会说我听话 就是生活中很多人都一样 也是在慢慢的变得有反骨了 对别人来说是好事 然后对自己来说的话是坏事了 因为听话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思维了 我是挺听话的 但是长大了肯定要有点改变 离家出走 我也没离家出走 叛逆的事情是什么 叛逆的事情 还想不出来 下一个吧 我也挺同意的 我也很怀念小时候 那段时光很美好 我们七个人都统一 最难忘的记忆是哪段 就是大家都会说去韩国集圈那段 19年的时候 那段时光就是大家都保持了同心 没办法都是要长大的 那肯定是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一个事物肯定是有两面型的 好事就是自己独立了 干什么也不用问别人 不需要对别人就是 继续点点什么 坏事就是可能长大了就会思考的更多 心里比较压抑 需要的 因为我们就是养成戏嘛 虽然我们成年了 但是我觉得养成戏始终贯穿着我们 成年了嘛 然后还有养成戏 我觉得这个挺奇妙的 养成戏能给成年世界带来 带来青春 好像真真的没有一瞬间真的没有 是一个事实 我们的困境就是确实没有代表作 没有一个 筷子人口的作品 我觉得还是选歌方面 那还有什么原因 不就是歌难听了 我感觉过了 但是万同山前面还有什么瀑布什么之类的 还有更大的困难 这也是我们一个主题楼外楼 下一站就是 有一个让大家都认识我们的机会 虽然现在已经有接了很多综艺 就是怎么能让那个只看一眼的观众更拉近一点距离 更有吸引力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 我觉得要留住现在的粉丝们 团合体变少了 粉丝们有点流失了 我肯定是有野心 我其实想让神尚映团活到国外去 是真的有点疯 我觉得这不太好 没有好处 这是我性格的缺席 我也想要改变这种状态 大家就是讨论一件事的时候插不进去嘴 就大家都会以为你 你怎么都行啊 很难受啊我觉得 没有机会表达 没有那个勇气 做事的话就必须动手去做 先写歌 写一写觉得不行 再写就觉得不行 否则否则就不做了 就已经把它扔掉了 我觉得这个挺可怕 就是做事不要追求完美 开始的第一步很重要 就强迫自己动手做 一定要动手 那也肯定有的 可能会比较压抑 因为经历的多了 真的会丧失很多乐趣 那肯定是造成影响的 情绪上 因为我们就是 可能会比别人懂事早一点 情绪上会大起大落 就比如什么上舞台什么的 大家都没怎么经历过的事情 我们就先做了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商量的演唱会 演唱会结束就会 有一种失落感 就包括干什么事情都是 就狂欢之后 就会有一种失落感 其实没有吧 还是非常热爱音乐 演戏只是锻炼自己的 另一个方式吧 人肯定要多学一点 一多不雅实 也会有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路 还是歌手吧 因为我太喜欢RMB了 但是我也说不准嘛 温时结果可能 对啊 我觉得会的 会调力 调力挺好的 祝福大家来到成人世界后 旗派得胜 加招了 台湾 作词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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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